來用一個需要安裝的就是這個 比較大一點有沒有 IPEVO 有沒有老師在用那個實物投影機 上課的時候會有用到實物投影機的 沒有比較少 因為上課的時候不會肚子餓 所以不需要實物投影機 因為像我在上課最近有一些用到物聯網要接線幹嘛的 就說需要實物投影機 那IPEVO他們有出 那這個Anonator是他們出的一個免費的軟體 就是你不用買他們公司產品就可以用了 那你把它下載一樣這就下載下來 待會直接點兩下執行就好了 安裝軟體大家都很厲害嗎 Yes is ok ok我同意嘛 這樣就會裝完了 裝完之後呢你看有沒有桌面上就有這個 待會我就直接點兩下執行 那如果有沒有老師你用雙螢幕的 有嗎 比較少 如果有雙螢幕他會問你 你們家的螢幕 是哪一個螢幕要用這支筆 好 你看我這樣執行完了 待會再左右兩邊 有沒有各有兩個 這裡有一個這個 這裡是不是也有一個 所以 等一下呢 我們會像這樣子 這裡你也可以收起來 有沒有 你就看你比較靠近哪邊就拿哪邊的來用 這樣有簡單嗎 雖然要安裝但是效果蠻不錯的 效果蠻不錯 那 你看喔 比如說我現在講解這個內容 講解我用右手邊的比較好 我就進到這裡來 這裡有筆對不對 你看你要哪一種筆 我就一樣 其實大家筆都差不多啦 你如果有需要池 就拿出來一點 還有原規 不是原規啊 兩腳氣啦 叫做兩腳氣 有沒有兩腳氣 對啊 一樣可以用啊 可是他這裡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他的東西 你看這邊 他的東西呢 在這邊 我如果 這樣再用 我要 先操作一下電腦 怎麼辦 有沒有看到我們右手邊這裡不是滑鼠 對不對 這裡有一支滑鼠 你可以怎麼樣 點他一下 筆記會留著 你可以繼續操作 有沒有注意到 是不是 OK 對不對 那你要繼續寫了喔 你就繼續來這邊寫 所以這是他的優點 跟其他軟體沒有的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不要有這些干擾的 你可以先把它收回來 按一下電腦畫面 有沒有就回來了 可是你再過來 還會這樣 因為有些時候我需要把筆記藏起來 沒錯吧 甚至有些時候怎麼樣 我們希望老師 或同學 聚焦一點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目前我沒有看過其他軟體有沒有 同學我們是看這裡喔 你不要看錯地方喔 你看其他軟體沒有這種小功能對不對 真的啊 就是 看對地方也很重要嘛 那用完了我們再收起來 對吧 甚至 像這個full screen的 欸 我把它遮起來 我有 在這裡有沒有 你不要偷看 我先躺起來 或者你 你藏在右手邊 我不能藏在左手邊嗎 可以嗎 藏在下面也可以 有沒有發現他有很多 跟別人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他比較 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你要拍照啦 甚至錄影都可以喔 喔 這裡有錄影有沒有 他可以直接錄影 所以 老師也不用像我那麼麻煩他要準備其他 你用這個錄影效果也不錯 效果也不錯喔 那 點到這邊有沒有小鍵盤 每個叫出來 常用的工具他就還算蠻豐富的 算蠻豐富的 那 而且呢 你如果是 有那個白板 他這裡 我現在進入的這個叫白板模式 老師平常請問一個白板夠不夠用 為什麼要特別問一下這個 我先把工具列拉到上面去一下 如果老師的白板一個不夠用 這是第一個對不對 有沒有可以第二個白板 第三個 你到底要幾個 我玩的時候測了大概七八十個 如果要跳回去怎麼辦 第一個白板 有沒有 那重點是你離開的時候待會兒竟然還在啊 這比較重要啊 有沒有發現他會把你留著 那等到老師您上完課 差不多了 就可以把它存起來啦 把白板 有沒有可以把它保留起來 變成你的筆記就好了 還是老師現在上課都是給同學做筆記 好像沒有那麼幸福吧 大部分都是老師自己做筆記比較多嘛 所以你每次都寫在白板上很浪費 有點可惜 你寫完了 我們就把它存起來 下次直接開土榜就好 這樣有偷懶嗎 來吧給老師玩玩看